宝宝 我回来了 有没有做饭吃啊 我都快饿死了 嗯 宝宝 我们家什么味啊 哦 史蒂夫刚刚说要用我们的仓库 搞了大半天了也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去看一看 这搞的是啥呀 怎么味这么难闻啊 史蒂夫 你在干嘛呢 怎么搞的味这么难闻 老大 这不是汽油便宜了吗 我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汽油 打算把这个汽油桶储存在这个仓库里面 啥 史蒂夫 你 你这不是在我家安了一个汽油炸弹吗 你 你想干嘛呀 你家的仓库呢 老大 我家的仓库都放满了汽油桶 没办法 只好在你家放汽油桶了 史蒂夫 你 你这是想搞死我呀 老大 不用害怕 这些汽油桶很安全 炸不了 炸不了 史蒂夫 你赶紧把烟给我掐了 这可是汽油桶啊 我觉得还是不安全 史蒂夫 你还是给我搬走吧 我家的仓库不借给你用了 这可不行啊 我给了抱抱一百颗钻石借用你家的仓库 抱抱可是答应借给我用的 你说的 不算 老大 你不用担心的 等我把这些汽油全部卖完了 再分你一百颗钻石 史蒂夫 你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要搬家 啊 啊 啊 抱抱 抱抱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我们搬家走 啊 为什么要搬家呀 史蒂夫 他在我们家下面 安放了很多很多的汽油桶 哪一天 汽油桶不安全 爆炸了 我们俩就死翘翘了呀 那 那我们还搬回来吗 等他把这些汽油桶卖完了 我们再搬回来 保命要紧啊 嗯 好好好 中文字幕 粉丝继继继继继继续